這個肩根胖,當我們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肩的力量是往哪邊的? 有的是往這裡 是不是?有的人練往前或者往後 都不是,你要練習它往內 這個肩是往內 就要夾就對了 它不是夾,我是說肩的力量是往這裡 是往這裡 是往這裡,你看,往這裡 肩膀的活動,肩膀的力量 你們來摸 一般人可能不太會這樣用 你摸肩,你摸肩膀 一般人在做這個的時候 或者是往前,或者是往後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在做的時候是往這邊 是往這邊 肩是往這邊 所以肩也沒前也沒後 還是這兩個,在前面 在這裡 OK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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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的活動是往這裡 是往這裡 是往這裡 往這裡 所以它還是在這條線上面 你的也沒有去 胸 也沒有去開胸 胸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這兩邊的筋往裡扣 對,可是這個肩關節 你看 這是開嘛 這個肩關節往這邊是開 這邊是往外開 這邊是往內收 對 所以它不是這個 也不是這個 肩膀是這樣動 這樣動 這樣動 大部分人都會 這個比較少 這個 你看 開 開 合 有沒有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這一走的時候 一放肩膀力量是這樣 所以你這個一收的時候 手肘自然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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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腿也是喔 髖關節也是喔 髖關節是什麼 髖關節也是一樣 你看 我在這邊喔 髖關節的力量是往這邊收 你看 往這邊收 你兩條腿自然夾 自然夾起來 所以不是去夾膝蓋 不是去這樣夾 不是從這樣 這是從根的地方 從根的地方 朝裡平收 你看 往這邊收 肩跟胯都是往這邊收 這樣子 所以在走的時候 保持到這個 肩跟胯是往內收 不是前不是後 還是中正 還是正 所以你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它最活 活嘛 這兩個最活嘛 你這兩個往內一收的時候 它從外面把你的脊椎 脊椎包住 穩定 啊 不然你這兩個一鬆掉 晃了 會晃 尤其是這個 是不是 不管你是擺還是扣 它會晃嘛 它很大嘛 它會 它很活 這兩個四個關節 都是很活的關 關節 可是我們在走的時候 要保持這個穩 穩定啊 所以你這個要收起來 你看 收 力量是這樣子的 你看 力量是這個 所以當我在走的時候 保持到這個走 保持到這個 其他我就不要管了 其他腿自然對了 收 手 自然對了 這個收起來一下鬆掉 這個力量 你們試試看 好 好